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李翰 我是卢秀芳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两岸主播逛双城 今天我们的台北设置团队 来到了上海 也有李翰带领我们来参观 这个上海影视乐园 哇 这里真是好有feel 一进来你就会发现 从小到大看到这个电影 一幕一幕的浮现 没错 其实这里就是复原 1930年代老上海的一个风貌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黄包车 老爷车 还有油轨电车 以及数不清的街道 还有霓虹灯 建筑等等 我们在这里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找得到 旧上海的繁华旧梦 是 待会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一走访 你会看到很多上海的老建筑 外摆渡桥 苏州河 天主教堂 马勒别墅这边都有 对 所有的建筑都是有故事的建筑 因为他们见证了上海的百年兴衰 也见证了太多人的悲欢旅河 所以很多游客最喜欢到这边来看 看一看那是哪个电影拍过的 你就会发现 这边有好多好多的电影故事 而且到这里头 如果幸运的话 还能看到很多的大明星在这里拍戏 大明星 当然不是说每次来都那么幸运了 如果看不到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借一些服装和道具 自己过一过当大明星的影 我们今天就挺过瘾的 那我们就走啊 剧组人员忙前忙后 金髮闭眼带鸭绳帽的小伙子 穿和服牵着小女孩的妈妈 不知又是哪出矿式剧作 正在拍摄中 这一日我们来到了上海影视乐园 又称车敦影视基地 坐落于上海市郊松山区车敦镇 1999年竣工 每一个角落都漫步着旧上海的市景风情 主要功能是影视拍摄 旅游观光还有文化传播 这样为一体的主题乐园 那么园区里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标志性景点 就是咱们的三十年大南京路 石库门里弄 还包括浙江路钢桥 上海老街 还有我们身后的这些 这个天竺大教堂啊 这些老上海的标志景点 那么开源至今呢 也有大概有九百多部电影电视剧 完成在这里拍摄 基本上与老上海背景 有点相连的这些体材的影片 都在这里取景拍摄 包括有 包括有这个 风云啊 上海滩啊 功夫啊 还包括色界啊 等等 周星驰电影 功夫 斧头帮出没的街道 剧中星爷在街道上 练习当流氓 推倒棒棒糖摊子 以及躲在红绿灯箱 疗伤排毒 在园内的街道 处处都有经典电影的影子 因为我们的南京西路 也是为他这部色界 特地兴建的 但是 但是是单面的强体 但是我觉得当初拍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身临其境 身临其境 还包括一些咖啡馆啊 什么的 主要因为影视拍摄嘛 场景吩咐 就看上去的 看上去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浓郁 而李安的电影色界 故事穿梭在1930年代的 香港及上海 为了要彻底重现 这个伪政府时期的场景 剧主赐支2000万人民币 重建南京西路 聘请了超过200名工人 日夜赶工4个月 枯出南京西路 最繁华的一段 800公尺长的路 同时搭建13栋建筑物 其中包括有名的平安电影院 张爱玲原著中提过的 凯斯林咖啡店 以及西比利亚皮货店 绿屋夫人时装店 这些经典老建筑 电影杀青后 这个单面墙体没有拆除 还保留在影视乐园中 成为剧迷小说迷 朝圣的知名景点 扣上精致盘后 扎好麻花辫子 宛如到了旗袍最流行的 1930年代的上海 那个时代的上海 又被称为东方叶巴黎 在这个接受西方文化的前哨站 中式裁缝也开始借鉴西方剪裁 传统的中式旗袍 在勾勒出婀娜线条之后 反而成为上海女性 最性感迷人的时尚 如今看看这道具店内 五颜六色的丝绸服饰 绣满花纹的旗袍 马挂长衫 再再告诉我们 1930年代的上海 是多么的自信奔放 大家如果要 如果说要借服装的话 我们在游览区的 红翔服装店内 就可以借到 适合自己的年代服装 那么如果大家说要 借道具啊 借车子啊 借老爷车之类的 我们有专门的老爷车库 还有我们那个 专门的道具租赁仓库 大家可以到那边去挑选 这里的服装道具 除了提供剧组租借之外 当然也可以让游客 满足一日的梦想 穿上80年前 最潮最酷的服装 搭配各式道具 在复古的街景上一站 你就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 而仓库中满满的老爷车 黄包车 军用车 古董车 也随时提供给剧组租借 重现大上海的繁华盛事 哇 厉害 你看电影中就是这样演的嘛 只要跟上个世纪出的上海有关的话 一定会听到当当当的声音 就是当当车 对 它这是在一个这个游轨的一个电车 我们看到电影中都是这样子 要有这个富家小姐穿着这个旗袍 然后手上挽着小包 就是典型的上海风情 但是我们今天竟然也看到了 特别有摇曳有风姿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俗称叫做当当车的游轨电车 其实上海最早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它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引进到上海之后 就成为上海街头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 一直到1975年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很棒 我们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上海 但是我觉得现在呢 在这个南京西路这个步行机 还是有保存它的这个部分 虽然它已经没有开在轨道上 它是一个环保的当当车 但是还是有这个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 大家就发着死骨之忧情了 当当车叮叮当当作响 徐徐行驶 晃晃悠悠的车身 不急不忙的节奏 车厢内满是来自各地的游客 虽然并没有穿着起跑马褂 但走在上海最富盛名的南京路 看着夜晚霓虹灯 璀璨如白昼的上海滩 这一切都让人仿佛进入时光隧道 而这就是上海独特的魅力 我们这个游轨电车是大连 特地游轨电车厂 特地为我们绑制的一个游轨电车 可以说全上海 全上海也是除了大连那边 也只有我们这里有 那么实际上它是 等于是老上海的一个象征 老上海的一个象征 那么在我们这里 我们游轨电车这样行驶一圈的话 总共大概七分钟 大概是八百米左右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就有先师百货 永安百货 新兴公司 大兴公司 合称四大公司的百货公司群 云集在这段南京路上 富丽堂皇的建筑 和华丽的橱窗 让上海在中国人心目中 成为现代城市的象征 也成为外地人 对摩登上海的第一印象 而现在的南京路步行街 依然繁华 从人民广场到外滩 有1.5公里长 如果不想走路 坐观光当当车 油车盒也不错 虽然外形跟当年完全一致 但今天的当当车 已经是环保的电瓶车 不但零排放 低噪音 坐起来也比当年舒适得多 只要五块钱人民币 就能轻松欣赏南京路步行街 这条已经接近100岁的马路 直到今天仍然活力焕发 带动着上海商业区的振兴与繁华 李翰啊 这个上海影视基地 还真是处处是惊喜 竟然看得到外白渡桥也在这 我就知道你会把这里 当成是外白渡桥 因为看着这种钢结构的拱桥 肯定都会认为是上海的外白渡桥 但其实原方的工作人 跟我介绍说 这座桥是以浙江路的那座拱桥 为原形建的 但是在很多电影场景里反映出来 都把它作为外白渡桥来表现 对 这外白渡桥呢 它是这个上海苏州河上的 一个经典的地标 在过去凡是以老上海为背景 不管是电影啊 电视都会有它 特别是爱情戏嘛 少不了它的身影 所以现在的上海的年轻人 结婚的话拍婚纱照 这里也是首选 对啊 我们刚刚看到好几对 不要说拍婚纱照了 这个我来 我跟李翰来 我们都想在桥上拍几照 对 本身这个桥的建筑 它的造型也是非常美的 它是旧上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建筑特色 另外呢 它是地处黄浦江跟苏州河的 这样一个地标性的位置 它是全上海最早一座钢结构的拱桥 感觉上这边就是一个缩影 但是原汁原味重现 非常美丽 很适合约会 这座桥你一定觉得眼熟 影视乐园内的浙江路桥 会令人联想到上海知名地标 外白渡桥 因为都是钢结构的拱桥 琼瑶作品 电视剧 秦深深 雨某某 赵薇饰演的陆依萍 就是从这座桥跳下 京上海滩那时候 那个黄晓明跟孙力主演的 在那个我们的浙江路桥那边 那个是印象蛮深刻的 两个人打着伞 外白渡桥是中国第一座 全钢结构卯街桥梁 1908年正式启用通车 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处 连接着外滩和红口 是上海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象征 1994年被列为 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之一 在上海这样一座 日新月异的城市 这座造型独特的钢桥 已经成为了标志性建筑 这一天我们来到真正的外白渡桥 就碰到超过五组新人 来取景拍婚纱 这样一座地标式的铁桥 当然吸引着影视剧组 许多的电视电影 都以外白渡桥为背景 带出一段又一段 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 不论是影视乐园内的桥 还是真正的桥 都一样充满着故事 车敦影视乐园内 除了上海地标南京路 外白渡桥之外 还有北欧风格的建筑 马勒别墅 每一面代表 不同教堂的天主教教堂 以石头做门框 以乌心石心后目 做门扇的石库门 坛格路上海老街里弄 和江南水乡风格建筑的老街 这些丰富的建筑场景 让以上海为背景的各种戏剧 络绎不绝地前来取景 不管是爱情戏还是谍报片 只要在这儿架起摄影机 就立刻让人有重返老上海的感觉 我们因为是旅游跟拍摄兼顾的 我们实际上两个元素都是互补的 所以我们拍摄的区域 我们并不会封路或者阻拦游客进入 主要是不影响的话 我们都会让游客进入 那么我们的官方微信 也会有一些 就是每周我们都会有一周拍摄动态 给到我们的游客 给到我们的粉丝 那只要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上海影视乐园 便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有什么设置组 有什么明星 园区内还有游客可以互动体验 3D魔幻画展 5D环木剧场 让你在360度的立体场景中 有置身真实世界的感受 而在一旁的服饰道具 选脆展馆及蜡像馆 则是保存着近20万件 跨越古今款式奇异的 历代影视服装 不同历史年代的生活物件 以及老上海巨照长廊 是重要文物记录保存 和电影历史文化的严格 在这个空间里 时间既是流动的 也是静止的 在数不尽的服饰 道路建筑中 我们回到了那个风华绝代的1930 再次领略老上海的韵味 好厉害 我们都是有句话叫做物换心仪 果然是你看到我们刚刚还在这个外白渡桥 欣赏30年代的江边景色 现在瞬间你看高楼大厦 我们好像穿越一般 我们穿越到现代了 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北外滩 大家可以从这个落地的玻璃窗外看 就是非常美丽的江景 还有我们的陆家嘴的建筑景 其实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应该上海的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熟悉了 它是现在网上特别红的一家书局 而且号称是霍格沃兹的魔法书局 我因为从台湾第一次来 一进来真的是很震撼 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个很厚重的门 一推开 哇 你觉得一个书还在眼前 好像自己瞬间提升了的感觉 对 而且进来之后 我跟秀芳姐两个人就是说话声音都变小了 对对对 突然这个文青上升 我们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这个黄金屋里面 你除了闻得到书卷味之外 也闻得到咖啡香 所以想想看来本书 来杯咖啡 什么是幸福呢 人生的幸福就是现在了 文豪波赫氏曾说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而你心中的天堂是什么模样呢 有别于上海许多充满现代感的书局 一走进这家上海的霍格华兹 迎面而来的是柔和的暖色黄光 搭配深棕色的木质书柜 不但让人感到温馨惬意 而且真的会想要看本书 沿着阶梯来到四楼 典雅的吊灯散发温柔的光晕 一抬起头仿佛仰望满天星辰 让读者沉浸在浪漫的书海中 我觉得这个楼梯 然后转上来的那个感觉就非常好 对 那个灯光 灯光还有就是 一层一层的这个感觉 就非常不错 四楼可以说是这间书店 最受欢迎的区块 店长说这里汇集了书店的三大特色 堪称是阅读的黄金位置 你可以一边看书 一边欣赏北外滩的江景 这里的每个小角落 都能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这又小 作为一个城市的旗舰店吧 上海的浦江店 主要有三个比较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这个黄金的位置 环境非常好 是坐拥这个江景 黄金的江景 然后呢周边环境也比较好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就是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 陆家嘴的全貌 是非常好的 然后因为这个外景 所以我们在内部呢 也是留了很多空间 给这个客户来感受 所以都是 大家都是可以临床做的 第二大特点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 留了相当面积的这个文化空间 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图书馆 供会员进行借阅 阅读和这个参加这个文化活动 第三大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 传记咖啡馆 是有一个话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传记都是有灵魂的 那终点应该是书店 起点就应该是咖啡馆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连接这个 箭头书局的传记咖啡馆 从咖啡做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这个延伸 和读者一起共筑上海北来滩的人文之梦 轻轻推开这扇门 迎向又一个知识的宝库 飘高的书墙 巨大的弧形穹顶 让这个空间有着如同教堂般的庄严感 又像是真的进到了霍格华兹魔法书院 而落地窗的设计 让你无论是白天或夜晚 都能将窗外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 事实上很多读者就是为此慕名而来 书店的选书也有整体的设计概念 以人物传记类为主 搭配书店内开设的传记咖啡馆 拿起一杯咖啡一本书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品尝人生的千姿百态 这个书店我平时会来 就是平时也会带朋友过来 今天也是正好带我的好朋友一起过来 整体感觉就是 它的整体的布局和格局还是蛮舒服的 让你进来就是会一下子觉得会一下耳目一新吧 就是让你会进来一下子感受到 它的那个里面的书的品种会比较多 不像外面的就是上海那种老师那些书店里面 那个整体格局不一样 不止于书 当你走进书店时 你会感受到每一处的空间设计都是别有用心 书柜上方镶着世界各地的时钟 象征不论身在何处 时间的流逝都是一致的 望着时钟每一分每一秒 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光阴 来到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个销售书籍的场所 它组合了多种元素 并且提供给顾客一种完整的阅读氛围 不但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 最主要的是希望你能够爱上阅读 在这个网路阅读越来越普遍 和人们越来越依靠影像吸收新知的年代 知道还有一群不放弃的人 不断鼓励大家回到最初的纸本阅读 的确是一件让人安慰的事 也许在这个生活刺激越来越多的世界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 都更需要一个生活上的小小窗口 让自己有这么一段时间 只有一本书和自己的灵魂对话 哇 厉害 你看 这是什么鱼 轰鱼 轰鱼 感觉像我好像在做梦一下 从自己头顶上过去 你看这么多的鱼不但有轰鱼 有海龟还有大鲨鱼刚刚游过去 这个地方像是海底世界 不过真的我们是在地底下13米 对 这里就是长风过样的鲨鱼泳道 刚才我们除了看到鲨鱼之外 还有三十多种深海鱼类 都在鲨鱼泳道里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小朋友特别愿意来的一个地方 不要说小朋友 连我来我都觉得好兴奋 我们人类很少这么能够近距离地跟鱼类接触 在我们台湾最南端这个屏东 它也有一个海参馆 那么我们海参馆也是像这样一个海底的通道 大家很流行的玩法 特别是寒假暑假 喜欢在地上铺满了被子 枕头 然后大家在那边睡一个晚上 你可以想象这个晚上睁开眼睛一看 我是在做梦吗 奇妙夜 对不对 其实这里也是海洋公园 也是和台湾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也可以戴上被褥在这里打地幕睡上一个晚上 跟鲨鱼共眠 那除此之外呢 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和自己的情侣啊 在这里进行一些晚宴的机会 甚至对甚至在比如说在晚宴的时候 在这么多的海洋生物的见证之下 向今天女朋友求婚 那成功几率应该挺高的吧 应该是 而且见证者都是这么奇妙的生物 我们讲到那么多 我觉得今天我们少带了一样东西 我们应该带睡袋来这边 我们可以就地吗 这么多的问号 我们不如亲自来体验一下 我们一起带观众朋友们来看一看 午后的风筝 宁静的湖畔 在这个繁华喧嚣的上海 总会有个让你停下脚步的理由 这里是上海长风公园 一座位于市中心大型的综合性山水公园 对于上海人来说 这里处处是他们童年玩耍的记忆 公园里有一座人工挖掘而成的银锄湖 湖面上波光淋淋 湖心岛上的柳叶风姿摇曳 看着这片让人想静一静的风景 你可能想象不到 在银锄湖13米的水面下 竟然有一个奇幻的海底世界 正等着你去冒险 长风海洋世界是极大型海洋动物表演 与水族馆鱼类展览为一体的主题公园 这里是大陆4A级旅游景点 水族馆内育有300多种 共计1万多尾的鱼类 并且设置了一系列的主题展区 这里是海洋生物的美丽天堂 每一方天地各自精彩 接下来正等着我们的 是一条历史的长廊 我们的视频 这是全球唯一一个 以中国古代沉船为主题 透过海洋生物 来演绎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 在这个充满中国古典气息的深海秘境 我们仿佛置身在一艘大海船上 船上载满了当年的瓷器 金银财宝以及火器大炮 六百多年前的辉煌 如今正有我们见证者 转个身 布满神秘与深邃的海底世界 向我们席卷而来 180度全透明的海底隧道 由厚达16公分防震抗压的压克力板包围 凶猛霸气的鲨鱼 拥有可爱猛脸的瑶鱼 随时都从你的身边穿梭而过 你可以与满天的鱼一起入睡 甚至他们还可以是你生日派对的嘉宾 在我们面前的陈水员 现在正在喂食的是一条瑶鱼 它的名字叫做刺瑶 因为它们身上有很多的刺 相传科学家从它身上进去鱼叶 这些刺的鱼叶可以瞬间把一棵树木给鱼死 那我们一起往后观看去 可以看到一条非常巨大的鲨鱼 它的名字叫做沙古鲨 那我们沙古鲨是我们场馆内最大的鲨鱼了 憨傻的绿海龟其实已经90岁了 与成群的鲨鱼生活在一起 别看它现在悠游的一派自在 其实在来到这里之前 原来因为重伤差点无法存活 经过救援 在这里展开了它的第二段人生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海边游玩的时候 千万不要随地乱扔垃圾 我们这些海洋动物就会不小心地食用 来到这里 你永远会像个小孩 惊叹于这世界的缤纷与壮丽 也许现代生活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离这个世界太远了 虽然这只是一座都市里的模拟海洋 但仍然能提醒我们 占地表70%的海洋世界 是多么值得我们去了解与探索 李翰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这种海洋世界就是有种魅力 你不管来几次每一次都很兴奋 更让人兴奋的就是 哇 看到这种喂食秀 我们看到这个喂食员真是小朋友心目中的英雄 大家小朋友都希望我长大能够当这种工作该多好 特别特别的奇妙 而且大家看这特别像一个椭圆形的罐子 然后里面装的都是这个深海鱼 可是在这个深海鱼群当中 绝对的主角就是我们的潜水员 对不对 哇 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喂食的动作 这潜水员其实是海里面的男神 不只受人的欢迎 更受鱼的欢迎 对 我们今天要跟潜水员做一个隔着玻璃的深海约会 他的笔心呢 这是爱心吗 对 成功 怎么有一种求婚的Q啊 真的用这种方式求婚我觉得女生不会拒绝 这怎么做到的 哇 这怎么做到的 哇 这怎么做到的 哇 这怎么做到的 你看看 像魔法环一样的 哇 好神奇啊 哇 这真是男神啊 哇 真的 哇 这真是男神啊 哇 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鱼类肯定不想被我们的潜水员抢去他们的风头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深海探移之旅 今天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星期日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来到天堂可不平凡 你看什么当初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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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鱼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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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蝦 这个地方一个是有海洋公园嘛 还有一个今天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起就过来了 长风海洋世界里的白金表演馆 是上海唯一一处 有白金及海狮表演的场馆 可以同时容纳2000位观众进场 场内最受欢迎的三只小白金 以及来自美国的可爱海狮兄弟 可是这里的超级明星 每一天 满满的大人小孩 都是冲着他们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 是叶飞 30岁 白金表演馆的水族训养员 一天从早上开始过来 开始要帮他们打扫他们的生活环境 各方面的表演用的大理石舞台 是一方面 然后他们准备的鱼食 他们吃的 一天所有的吃的鱼都要准备 还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他们每一条鱼 不允许有破损 不允许有细菌滋生 还要保持一定的温度 年纪轻轻的他 已经从事这行工作七年了 人生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 与这些海洋动物相伴 也许不是最长 却是他最青春的时光 要有爱心 这是肯定的 然后具备的条件 就是你的脾气不能太暴走 一定要很有耐心 要慢慢地一点一点 因为我们每一步 和他建立的关系 都是非常积极的 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陆地与海洋 人类与野生动物 之间的距离会有多远呢 也许只要一份爱 与其说白金在这里被训养着 不如说这里像是另一个家一样的地方 训养师像家人 像朋友 说他们是恋人 当然有点夸张 但看着这样的互动 你知道他们能确认彼此 就是要用 要用我们自己的爱来关爱他们 是这样 所以让他们感受到 有可能讲得比较深远 但其实是感受得到 心灵的距离近 但生活的差距可就需要克服 白金属于高纬度的冷水浴动物 水池的水温 必须常年维持在14到16度 这是小白金最感到舒适的温度 但人类却不一定吃得消 当训练员是不是需要耐忍这方面的 这个没有 就是平时训练锻炼出来的 就是必须要 对 你要节省这一份 你喜欢的东西 必定要承受一些 你使用这些不能承受的东西 喜欢这个 当然喜欢了 也就是这一份对工作 和对海洋生物的喜爱 让全体员工把这里打造成 一个热闹的海洋嘉年华 吸引更多的游人进来 好让你也爱上这些美妙的动物 今天要跟我们小水塔来两一项身高 我们的小水塔还不到60公分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小的水塔品种 叫做亚洲小爪水塔 小水塔只有三公斤 但是不要小看 它只有那么小的一个身体 但是它非常的轻松 也就因为友善的生活环境 在这里的每种动物 都乐于亲近人 像是一般野生的水塔 总是小心翼翼 但是在这里 你能看到的都是 人与动物零距离的亲密 每到下午的这个时段 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有人说 鱼的世界是宁静的 看来不是今天 来访的这天 正好是全世界小孩 可以合理捣蛋的日子 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 万圣节的夜游活动 主要是让小朋友可以日教于乐 那既可以玩又可以去了解一些 关于我们的海洋知识 然后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喜欢 我们这些海洋动物 好 我们再往前 我们去里面去体验一下 喂海马 因为海马它非常神奇 是由爸爸来孵化小宝宝的 那小朋友会对这点比较好奇 还有包括我们前面的海星 因为小朋友在小朋友的印象当中 可能以为海星是软软的 那其实呢 这边我们是面包海星 摸汗区呢 是有点硬硬 有点粗糙 这个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那小朋友呢 也是会比较喜欢 来 宝贝 好的 恭喜你完成我们今天的小任务 然后你拿好这个东西 我们上次给练的 这里当然是个卖门票的 营业单位 但看着这么多针对小朋友们设计的活动 看着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 你知道这里面有爱 你知道他们期待 用这一场场的奇幻旅程 唤醒更多的人保护海洋生物 这个绝美的蓝色星球 值得我们去温柔对待 小心呵护 愿我们的后代 能在洁白的沙滩起舞 能在蔚蓝的海洋悠游 现在呢我跟续芳姐就来到了 据说在上海发生爱情最多的地方 可以想象我们看到这个空间是在一个摩天轮的车箱里面 虽然小但是很温馨 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 你看这个在上海还有玫瑰花 都在意味着浪漫正在进行当中 而且我们手里还有暖暖的咖啡 心里也是暖暖的 所有的幸福元素都具备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名叫Sky Ring的上海第一座悬挂式的屋顶的这种摩天轮 Sky Ring 你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应该拿出个戒指对不对 这个时候 其实秋芳姐你吃一下这个蛋糕 说不定会有惊喜哦 是你吗 不会是我 但是我也非常想像秋芳姐求婚可是她结婚了 Sky Ring嘛就是说在远处看过来 这个摩天轮就像一个悬空的戒指一样 非常的浪漫很适合情侣 所以有很多情侣会在这里 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在蛋糕里操的戒指 或者其他的方式上自己的爱人求婚 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这个上海的新地标 台北呢也有一个这个摩天轮 其实两地的游客呢都可以去试试看 我们相信在这里发生很多很多上海的浪漫故事 有哪些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保存爱情 却永远不会过期的地方 2016年上海出现一座独一无二的魔都爱情地标 Sky Ring 这是大陆首座悬壁式屋顶摩天轮 采用和英国伦敦眼相同的拉索技术 直径56米 距离地面98米 360度的极致视野 30个时尚的纯白轿舱 12分钟一圈的运转周期 还有和情人的零距离 本身整个商场都是围绕着爱情的主题来做的 所以摩天轮当初动了很多心思 我们希望它跟普通的这个娱乐设备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约会的空间 所以摩天轮的轿舱里面我们是请了一位 获得过德国红点设计奖的一位设计师 做工业设计的专门来帮我做设计 Sky Ring 像是一枚在天空中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 从空中俯瞰每个轿舱 都像一朵朵的四叶幸运草 象征着与你相爱 是多么幸运又幸福的事 不只是外观令人心醉神迷 摩天轮的每个格子里都是一个幸福的角落 你可以调节内部灯光的颜色 成为你爱情的颜色 摩天轮外浪漫绝美的风景是你们相爱的见证 甚至这里还提供了下午茶套餐 两杯咖啡 几块蛋糕 在天空的制高点写下你们幸福的故事 接下来就插一首主题曲了 因为之前有想说是不是要设置背景音乐 对啊 让这个爱情或怎样 但大家想每个人都有个性嘛 他不见得所有的音乐都喜欢 但什么音乐最喜欢 你自己的手机里的音乐最喜欢 所以我们就设置了蓝牙的这个功能 那每一位进来做到我们这个交箱里面的人 他都可以把自己的手机打开 连上我们的蓝牙 然后最喜欢的这个音乐陪他走过 转这十二十二个分 十二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踏入摩天轮之前 你一定要走过这条浪漫的路 囊括了巴黎铁塔 爱琴海 普罗旺斯薰衣草花田三大场景 与你的闺蜜和情人一起 在这些浪漫的地点留下最美的回忆 在这里 你每打开一扇窗 就是一个经典的电影场景 就是一个个的爱情故事 继续往前走 你会看到许多残酷又考验爱情的魔镜 爱上俊男美女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当炙热的爱情经过时光的流转 青春的脸庞增添了皱纹与白髮 过了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我老了 你还会是一样爱我吗 我们还有爱情留言 就是我们有一个语言系统 其实你可以在我们的导音区里面 有一个位置你可以在用听筒 一个是一个电话亭 你可以在听筒里说下 你给你爱人的一段话 然后它会上传到语言上面 然后会发给你的对方 就是对方你会留个电话号码 我们会发个消息给他 然后会给他一个密码 说你可以到大悦城的某某某地方 去收听这段留言 我喜欢你 这也许是上海最浪漫的屋顶 摩天轮下的街区 偶尔发现一个个特殊的座位 走近一看 这也是一个爱情的惊喜 忘掉计划 可他收获的却比谁都多 他完成了旅游 行走 逃离 给自己寻买一片情景地 而在这一栋建筑的八楼与九楼 还有一处由红砖墙搭建 后现代工业风的模仿166 40多家各具风格的特色商店 集合异国料理 宵夜酒吧 以及手作工坊为一体的清艺术街区 后工业的水泥粗犷风格 与清柔的文创时尚相遇 碰撞出一个精彩奢华的摩登空间体验 你可以在这里亲手打造一个科字的戒指 把爱画为文字 雕刻打磨 成为流动于指尖的小甜蜜 你也可以坐下来 为自己画一幅最美的风景 记录人生最美好的时刻 烘焙木工 手制皮件 雕刻戒指 所有浪漫的时间和最值得记忆的片段 都在这里以你最钟爱的形式记录下来 魔兽的大电影在中国上映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热潮 那我们在我们的商场空间里面 做了魔兽的这个电影的道具展 然后暑期我们做了Line的展 但在大玉城它就是围绕着它的两个主角 那个小兔子和那个小熊 它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展开 那这两档时间里面 我们的客流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暑期是整个出了一个非常爆棚的 一个状态 装满了幸福 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在这个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也许会出现什么魔法哦 感谢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相信爱的地方 要看目前别的感觉 就是另外一样的感觉 会放到大流行的地方 我们也许会到大门 也可以放到大浅 哪里面 就像我肯定的那样 那后一度创似的那种 有点灯狂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